王伟你有饼啊 你瞎到我了 气死我了 你此枪有了 呼气那么大 王伟你别生气了 我伯母他就是小气了点 能挺好的 小姐你先回去 哎 王伟大家找个回事嘛 还不是王一 我们两家菜地之间道路属于大家共有的 可他直接扒掉了一半柱上的丝瓜 还用竹子搭上了丝瓜盆 这剩下一顶怎么走路嘛 嗯 你是说是小姐那个大伯母吗 前段时间回向那个 对啊 就是他 无二无虑还凶得很 我就是说这条路属于大家的 不能这么做 他说又没在我们家的 说我们狗男孩多管闲事 哎 你不要生气了 在那小鱼迪哈翻的 你别过来一起去采里了 不了 你自己去吧 哎 胭子出去干活啊 哎 小城 那边房子长死了 好操哦 王一般四方和你狗主把坚坪群的脸给光了 坚坪群的脸给光了 坚坪群的脸给光了 好 你咱们哪里去了 好 那你先忙 我先回去洗衣服去了 嗯 好 我问是我子女被你那外面种的地划刷了 你知道吗 我怎么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啊 你那地种到外面啊 公路哎 明明是你的眼睛瞎了 还怪我 那么粗的竹子 你都看不到 他想额我的钱呢 怎么这么上头 哎呀 赵哥 你那脸花怎么样了 哎 赵哥送快递啊 啊 对啊 正好有你的 啊 谢谢 啊 没事 啊 对了 英子 就是我刚送快递的时候啊 我听村里人说啊 他们要对这个低保护重新登记审核了 你可以帮你婆婆试一下 啊 谢谢赵哥 我先收了 嗯 没事 没事 平衣包护 哎 网易 哦 对了 小姐 我刚听张哥说村里要对低保护重新登记审核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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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因为我暂地的事取消低保护吧 哎呀 大伯母啊 这话本不该我说的 一点小事您斤斤计较把邻里都给得罪了 还有谁说您好 帮你说话呢 哎 我不是看到那块地空着放的也浪费吗 再说了 旁边不是可以可以走路吗 王爷 磕了毕竟还是属于打架的 是属于集体利益 英子啊 坐下 坐下 你别说 王爷的一个嘛 好好好 我跟你说 王爷 我跟你讲 我管你三次抢的一伙子 英子 英子 王爷在那边遇到你 快过去看一下 啊 在哪儿啊 你去干嘛 又不是你 快点走 哎 这不是王爷吗 这叫恶有恶报 王爷 你们的事不 王爷 赶紧给小姐打电话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没关机 下位了 算了 不等等 英子 我来我来 王爷就活盖了 哎 电瓶 活盖了 张哥 那王爷该晕哪了 啊 王伟跟英子把他扶家里去了 啊 我还准备给他送东西呢 哦 就是我昨天送快递的时候 碰上他来了 他托我呀 给你之前买那个去吧的糕 然后还有小诚 你儿子不是老咳咳吗 嗯 这雪梨糕 他让我给你买了 昨天骂我这么凶 能有这么好心 哎 健平啊 你别看王爷一副 蛮不讲理凶臣恶煞的样子 他其实就是个刀嘴豆腐心 就你指的那华人脸那事 你知道他内经了多久吗 还有啊 咱们村的第一口井啊 就是他挖的 吃水不能往挖井人呀 嗯 银子啊 谢谢你了 要是今天没有你们两个 我估计还躺在那里 王爷大家都是你 你想你想起的 福报福祖是应该的 你先休息一下吧 我去给你煮的吃了 银子 我都整天好了 还有我呢 王爷之前是我态度不对 向您道歉 我那天也失礼了 你子女脸上没事吧 没事 医生说不会留吧 您放心吧 哎王爷您没事吧 没事 谢谢你们了 我老板也去死了找 也没给我留下一言伴女 身边也没人照顾 平时还对你们尖酸刻薄 让你们看笑话 哎呀 没事的王爷真的没事的 没事的 大伯母 大伯母 哎 大伯母你没事吧 大伯母 小姐来了 你没事吧 没事 多亏了他们 好好好 好好好 你慢点 你慢点 哇就这吧 小姐把架子都拆了 哦好好好 哎呦没得死的 往里面鞋子就死了嘛 对啊对啊 拆了拆了 啊 红铁 金子 王爷来了 金子 你给你拿点菜过来 不够再跟姨说好 太多了吃不完 谢谢王爷坐下来一起吃饭嘛 不了不了 小杰来载我吃饭去了 再见 把你满个了 好 王爷你是那么霸道嚣张的人 心上反倒会晃了个人 大家上述都是真心缓身心 跟洪框都是张庆带过的 咱说了 又不是时时都要分出个书影 我让上飞 他让上飞 大家奴不都好走了吗 我来吃吧 猫们 吃个大虾